歡迎大家來到住家男人 又可以吃到好東西 今天我們就來到江南小道 就是首本名賽入面 今年的最佳新餐廳 在我身邊就是評審之一 Jeanise 正是魚葉界鮑魚 所以對食材都很講究 今天我們就很棒 因為有你選了這間餐廳 我就有機會來試試 我們今天是國燕級 華洋賽是中國四大名賽 中國開國的第一道國燕 就是要華洋賽入 Kenny Yoga開業以來反映熱烈 現正擴充空間和課堂種類 在列治文和本拿比 每天不同時段都有不同類型的瑜伽班 方便同學選擇 適合自己時間和程度的課程 現在報名還可享有試堂優惠 華洋賽其實都是江蘇 江蘇其實整個省份 有些是碰到海的 裡面有很多河的 所以食材是非常廣泛的 也很主要是吃刀工 為什麼會刀工呢 一會逐個假設就知道 今天糧菜有四款 這個傳統昏魚 這個我都很膽敢說 任何上海店都一定會有的糧菜 但是昏魚其實只好是糧菜 有些很多備定的 剛才這裡的職員告訴我 是即正的 另外就是鹽水鴨 華洋菜應該是鹽水鵝是比較有名的 但是因為這裡都要選本地食菜 所以鴨多 鵝很少 所以就是鹽水鴨 但是鴨的味道也比較接近鵝 所以待會我都會試 這個作為前初我怕會飽 很香 糯米糖牛 即是甜的 你看到那個醬汁 我猜應該是平時我們吃東波肉 那種甜甜的 甜酸骨 那種像上海菜的自然 因為我還沒試 待會試一下 這個是我本人最想吃的 這個叫做金陵十樣菜 有十種菜 我看這些事情在這裡數 齊不齊 鴨菜 木耳 西芹 蘿蔔 豆腐 豆干 然後還有筍 所以這個很齊 一口夠 這個就看看調味 淮陽菜的特色 其實反而不像川菜一樣 濃味 川菜很喜歡吃辣 淮陽菜其實是清淡為主 所以清淡的 我們先試一下這個回合 我們就跟Janice一邊吃一邊聊 吃蔬菜 吃蔬菜有很多 你看 還有菇 所以它真的是足十樣 很香的芝麻油的味道 芝麻油 即是涼拌菜 芝麻油是最佳配搭 你那種不同質感的梳胎 然後在同一個口中爆發 這個也好 如果我來自己做食客 我來一定吃這個 我先試一下鹽水鴨 哇 鴨很軟 很汁 家禽類 各有喜好 有人喜歡吃肉 有人喜歡吃滑 有人喜歡吃胸 我本人喜歡吃骨 尤其像鹽水鴨 有一個長時間的入味 你吃這些鴨 你吃肉之後 鴨鴨的味道就出來了 試一下鴨鴨 一聞下去很香 是 都是作為評審 起碼色香味也要有 而且我挺喜歡江南小租的環境 即是環境坐進去 很舒服 華陽文思豆腐膏 哇 文思豆腐 對 德泰斯我們的功夫菜 都是手不天人 剛才我剛才說了 華陽菜最重要 其中一件就是刀工 華陽菜很喜歡用豆腐 我本人是豆腐控味 我很喜歡吃豆腐 這個技術真是 一絲絲 即是你吃到西門牛肉羹 那些豆腐大大塊 外面有些味道 裡面沒有味道 切到這麼幼細 這些豆腐就很入味 很精緻 還有一種嬰兒吃虎的感覺 一入口就融 而且它不只是豆腐切得細 其他的食材 對 都是一絲絲 吃了這個糯米糖牛肉 牛肉對於我們廣東來說 就很少用甜去入 我感覺有點像吃桂花糕的味道 那種清甜不是糖 即是不是白砂糖 很特別 這個很特別 非常好 非常好 蜂蜜也很好吃 吃蓮柚是吃鹹的 鹹為主 有的 譬如過年有時拜年 有些糖蓮柚 有的 但那些是死蓮 那些是白砂糖的甜 但這個 就是我剛才說有桂花的甜 而且你記得出到蓮柚的味道 沒錯 好 我們這邊吃完糧菜 主菜就要來了 不過主菜來之前 我想大家對於這個餐廳 有更深厚的認識 我們不如先聽聽 我們這裡的大廚兼老闆 Ellen 怎樣說他開始這間餐廳 讓我們說一下究竟有些什麼的避忌 2008年我來到加拿大 我一來的時候 我落點是在劉伯朗斯維克 2017年的時候來到溫哥華 荒洋菜的精髓是講究清新合金 這四個字 簡單的講是很輕鬆 但是如果說深入的講 可能比較繁瑣一點 因為荒洋菜的源源比較流長 有幾千年的這種 那我們最主要的是什麼呢 選用的食材比較廣泛 調味比較平和 菜肴的搭配比較新奇 包括養生這些東西 我們的所有的概念都會融合進去 那通過刀工梅花調味 火候的掌控 然後判斥出來的菜肴 食材麵應該是紅果一樣 所以華洋菜也是中國四大菜系之一 然後你的餐廳有什麼 一定要來自的推薦 我們現在推薦的菜呢 有一個一把胡椒炒散戶 配成這個菜拌 這個呢是我從我們傳統的 這個華洋軟兜 這個菜改良出來的 因為這道菜在國內油比較重 那麼加拿大這一塊呢 中國人喜歡可能清爽一點 健康啊健康一點 那麼我們就把這個油的這個部分 剪掉 然後通過其他的方式來增香提鮮 所以這次在手本菜當中 我們也有心融合一個招牌菜 對對對 如果你不用心去做 你不會有好的醋品 那麼你說開展你有沒有壓力呢 肯定會有壓力的 實話講 當時我們也想到這個菜 受眾會不會有很大的一個受眾 因為畢竟開展我壓力很大 那麼客人會不會喜歡我們的菜 會不會來 這對我們有很多的疑問 所以那麼開業以後 通過客人給我們的意見和建議 我們也不斷地在計量 不斷地在計進 那麼應該講說 還是收獲了一些回頭的客人 這個呢 好像我們在香港吃鐵板燒一樣 要拿一張餐餐的價格 要不然把黃鮮都彈進去 這個就是 我想我們在加拿大都幾點沒有吃過 因為這個是本地沒有這種食材 黃鮮 這個要混進來的 這個要混進來的 這個就是黃鮮 鮮糊配這個菜飯 菜飯都是江南菜必須有的東西 對 要來攪一攪 好 Alan剛才有說過 我有八個 他說它的鮮糊和外面的鮮糊有什麼不同 第一 就是口味上和以前在中國會有不同 中國會加很多豬 因為現在我們也要吃得健康一點 都會有 但是份量會少一點 因為只要豬油的香 其他油是難以取代的 第二就是它的鮮糊切白 因為很多就是鮮糊一塊塊 斬開一塊塊 但是你看到它 都是說過了 淮洋菜食刀工的 要一絲絲 一條田 技術無比 沒錯 鮮糊 都挺講究火候 如果你過猛的火 鮮糊一粒鑊 就玩完了 它這個溫度要適合 很溫的魚 就不會超過熟 這個菜飯好像回家吃飯 但是你說得很適合 是追求的感覺 好像回到香港 回去吃的東西 紅燒肉 對 對 要用那個鱷子 鱷子 鱷子 炒鱷子 紅燒肉也是 本身就是功夫的東西 又要炸 又要炆 又要炆 你又要原材料夠漂亮 不過幸好在加拿大 就沒什麼好 原材料很好 我很多食材 原材料就問你 海上面就是橫行 其實陸上 就是你在這裡生活那麼久 其實這些食材 都真的很新鮮 很豐富 我想加拿大 基本上它的標準也比較高 對 這個蝦實成 加工那些全部 真的跟得很緊 對 有看黑白大廚 你就知道 中華料理女王 就做了一個松子魚 出來 松子魚 其實你本身也知道 難搞的 又要炆 又要湯魚 又要煮個氣 其實松子魚本身都是用河魚 納球最美的給你 腩位 松子魚是絕對的手工菜 你懂得煮也沒用 你懂得煮也不想煮 你在家 這個我又講講的刀法 這樣切到它 有一顆粒的凸過來 當它炸了起 它就每一個位置 這樣 是不是很美 松子魚最說的就是 我想你炸那個脆口度 和里面的鱼肉的嫩 你不要有违和感 你要吃到里面的鱼味 你又要吃到外面的甜味 酥炸的那个味 这个松子月真是招牌 但是很十几年前 多人们说甜酸 很多都是因为 咕噜肉 对 咕噜肉 给西人 但现在很讲究 我们今年刚刚才给了一个奖 Kim's Bistro 又是做一个sweet and sour pork 所以其实做这个sweet and sour的技术 都很讲究 是的 欢迎清炖狮子头 哇 清炖狮子头 狮子头普遍 如果你吃上海菜就不是这么吃 会煎过 或者可能会 会加一些欠汁 然后就让它那个肉味去提升 这个我如果用形容来说 就是女士不化妆出街 是的 最还原基本步 那种熟度 你真的要给Wingo看看 那种粉 当然太过粉嫩就是不熟 现在就是刚刚好 高熟透 微带粉红 那种嫩肉 即是火候 是吧 清蒸 不搞那么多东西 即是食材要新鲜 哇 我没有吃过这种狮子头 那块肉在你的口里散开 然后两个觉得全身并嫩了 是的 这个菜单上是美油 哦 菜单上是美油 对不起 各位 这个原来菜单上是美油 没有的 这个清炖狮子头 我想你进来试试试试 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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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刚才我问了 那我就问他要炖多久 两个小时 那你就是要这样慢火炖 才那个肉呢 因为呢 怎么这么暖 你想想 有没有试过家里蒸肉饼 家里蒸肉饼 其实都是建议你中火 蒸12至15分钟而已 如果不是 如果一过就柴了 但是你想想 它的火候要多慢 当炖汤那样炖 然后炖完 其实我们平时吃炖汤 那块肉是都柴了 没有花口的 哇 这个很 尤其是你想想 我们经历了东坡肉昏雨 那些重味的东坡肉 重味的东坡肉味 肉味 鱼味 甜酸 先上这个 我暂时不想离开它 我想继续 对了 砂锅蛋饯 娃娃菜 哇 这完全是蛋 这是全蛋包着 好 我煎蛋也不是很热 还要包着 对 还要 我看里面有什么料 是肉的 是肉的 肉的 又是清淡香 油莲亲人很适合 protein on protein protein on protein exactly 变大脆 试试这个 这个是甜品 蒸米糕 如果是英文餐 看来就是steam rice cake 这个我极度建议 大家叫菜的时候 留一手 第一个空间 自己叫做蒸米糕 它很松化 米糕 撕开 看来就像面包 但咬下去就有那种米香 这个就是米糕和你吃的 米糕当然不同 你别以为这个是吃红豆包 这个米糕独立本身自己入了糖 有点白糖味 所以那个味道很舒服 这么多味道 Jenice 最想回头再吃的味道 这个鲜 鲜糊 鲜糊真的没有好吃 鲜糊真的出色 是的 鲜糊 它加上菜圆饭 是的 我怕三胡 第一件事就是 great combination good deal 对吗 两样都想 好了 这个就是胡椒猪肚鸡 有些虫草 有些木耳 是的 都半只鸡在这里 这个做法跟我们平时 有时在粤菜吃的胡椒猪肚汤 那只要用大量的白胡椒 让它的汤有那种令你软胃的感觉 这个就是炖汤 这个是補的 大家不同吗 是的 这家餐厅原来是7月才开 即2024年7月才开 开张也未够5个月 所以就已经是大排现值 即是大排长龙的外面门口 我们现在就 大家看着我们 由下午一直拍到我们的黄昏 其实现在已经很久了 5点都未够 但他们都说5点之后 这家是变软 外面都排了长龙 我明白它排长龙的原因 即是如果你选择 线糊 鹹悉鸡 对 鹽水鸡 鹽水鸡 鹽水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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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线糊 接著那個紅燒藥 但因為它的栗子 栗子很好吃 炒栗子很好吃 是的 我和你都一契 我覺得這個扇戶是如果你來這裡就必試 當然 但因為有些人不吃扇 那就是 那就不要緊 鹽水鴨 我覺得越來越傾越簡單 還有這個精米糕 我認為是 你怎樣都留一留肚 讓自己試一下 因為很有以前小時候 我喜歡吃甜品的那種米氣 你知道我們小時候媽媽都說 要臭一下米氣 你不可以不臭米氣 鍋巴我很喜歡吃 但鍋巴怎樣說呢 因為你那個菜飯已經很出色 你一次是吃不到那麼多東西 我們這次拍攝才吃到那麼多東西 還有我喜歡那個紋絲豆腐 這個 這個 蛋餃也非常好吃 其實它家鄉菜有家鄉菜 哇 厲害 謝謝你 帶我來吃這一餐這麼美味 就是這個壞樣菜 我覺得新開店 還要大博位 不知道接不接收博位 我懷疑 我們會繼續認識 所以你不用理我們 OK 好 多謝大家 Bye Bye